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昨天就好像戰狼強勢回歸一樣 在微博上一連發表了三條貼文 主題全部都是要警告台灣 一時又說準備戰鬥 一時又說要解放台灣 反正擺出了一副下戰書的姿態 收起了過去一兩個月虛偽的黃顏月色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第一篇貼文已經作出了兩個否定 第一是否定台灣海峽有一條台海中線 第二是否定台灣擁有所謂的領空 但是他所說的這兩件事就是領海和領空 人家是實際存在的 若然是不存在 老解那些軍機 神早就可以飛越台灣本島 甚至乎老解那隻噴黑煙的遼寧艦也好 或者是那隻賓州艦也好 都可以駛近台灣甚至彭湖 這樣又行不行呢? 然後老虎就下戰書了 他就隔台灣政府 說你們不是經常叫囂 為了捍衛獨立主權 要戰至最後一兵一擲嗎? 好啊 成全你們 大陸的軍機今天從四個方向飛過來 今後只會飛得更近 飛到台灣島上空準備戰鬥吧 他又說這些要脅性的說話 其實只是在挑戰台灣的底線 老虎之前也有提過 南華早報也有提過 老解是不會開出第一槍 而台灣方面也是保持著黑制 說明所有軍人都不准開出第一槍 否則一落機那一刻就要移交發辦 在大家都說自己不會開出第一槍的情況下 現在老解的機器越飛越近 到底是否想誘發對方擦槍走火 然後將開火的責任推卻在對方身上呢? 老虎的留言板很熱鬧 有部分大陸網民呼籲老虎上第一線 第二條貼文 其實是節錄字 他和BBC一個記者的訪談內容 在這條貼文中 他就說明了 老解要解放台灣的兩大條件 第一 如果台灣當局觸犯反分裂國家法 宣佈法理台獨 又或者第二 和美國這些國家建立起只有國家之間才有的實質性關係 老虎就說 他相信到其時解放軍 一定就會採取軍事行動去解放台灣 這就是那兩大條件 問題就是 胡錫進提及到第一個條件 就是台灣當局宣佈法理台獨 就不行了 但是自從 2000年台灣第一次出現政黨輪胎之後 這個議題已經繞讓了接近20年了 陳水扁已經是兩屆任期 都沒有做到這件事 蔡英文到現在 就已經是第二屆任期開始了 亦都沒有做這件事 實情台灣當局自己都很清楚 有些事情是不能夠做的 一旦做了的時候 就等同於真的觸及到中共的紅線 就是自掘墳墓 就是會有發戰爭 所以他就一直不會做 但是台灣當局其實都做了很多擦邊球的事情 去實施本土化 比如說這個中華民國護照 最近才通過說要改版 就要將台灣這隻字 大大隻地標注在護照封面之上 反而中華民國的字就越縮越細了 這個難道大陸又能接受得到嗎? 但他這個又不是法理台獨 他沒有說自己不是中華民國 他沒有說搞獨立 發摘大掌的照片 就是那些小動作 但 geliyor 朴錫進也能夠容忍得到嗎? 至於第二個條件 於是還 scars 這個東西 和美國的國家建立起 只有國家之間才有的實質性關係 我相信他其實是說美台建交 他特別是標示了美國出來 但是我們客觀點來看 事實上中華民國仍然在世界上 擁有15個石果僅存的邦交國 包括歐洲的梵蒂岡 夏至今仍未斷交 又或者太平洋有幾個賭國 白樓、諾魯和圖亞魯 還有一堆在拉丁美洲 比如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海地、聖盧西亞 聖盧西亞好東西 百多萬就可以移民買個護照 不需要去當地逗留 這個國家好東西 好了 有這麼多個國家 這15個國家和中華民國之間 其實仍然是保持著胡錫進口中 只有國家之間才有的實質性關係 比如他們互相派駐大使館 互相派駐外交人員 又或者他們簽條約的時候 台灣那邊 蔡英文就是寫著中華民國總統的職涵 這些又如何計算呢 為甚麼特別是美國 被你這樣標示出來呢 其實是想說甚麼呢 標準是要一致才行 好了 胡錫進說美國不行 我看美國不行 但為甚麼這15個國家 又好像看不到這樣呢 他也是客觀存在的 如果美國不行 但這15個國家是可以的 那當中的邏輯又在哪裏呢 若然這15個國家其實都不行 到底會有甚麼反應 或是有甚麼措施來應對呢 暫時又不見得到有的 所以我真是百事不得其解 大家如果有甚麼想法 歡迎你在留言板留言 至於他說美國不能跟台灣建交 其實就是國家之間才有實質性關係 問題就是 現在美國方面有沒有被你震懾到呢 他不斷派一些更高層級的官員去訪台 之前衛生部長阿澤 現在是國務次卿或副國務卿 克拉奇又訪台 他越派越高級 經常頻繁地去 但他就以非政治性的名義 來進行訪問 上次是交流防控工作 今次是調研李登輝 這些都是跟政治性質無關的 至少在表面上是無關的 暗瓦底是要向你擺姿態、示威、抗議 這些是另一回事 好了 至於你說他去訪台 他又不是跟台灣做一些 只有國家之間才有的實質性關係 這些 他又不是建交 又不是派駐大使 好了 接著他第三條貼文又說些什麼 就是說 因應美國高官訪台 解放軍突然宣佈了一次重大的演習 他在這條貼文當中 釋出了兩個重大訊息 第一 這次的軍事演習 就是為了威懾美台歐連 第二 他在這裏吹捧解放軍的反應速度極快 實際上 這篇文章無非是為了老解的演習 去說行 但是 他最後那一段就重要了 他說 要跟國內網友們說 不要著急 台灣現在就好像1949年初被圍困起來的北平 當時城內上演的一切 都已經是茶壺裡的風暴了 什麼時候以及哪種方式結束 這一切都是城外的解放軍說了算 針對今天的台海 常人可能感到這個過程有點長 但是對於歷史來說 這個過渡只是一瞬間 我認為他這句說法 就是彼以不倫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國共內戰 其實沒有第三方國家勢力參與 純粹是兩黨軍隊在互抽 但是這次你說到這個台海局勢 就有點而不同 擺明美國就是站在後面 如果不是大陸 為什麼這麼投鼠記起呢 大陸也是要記後面的美國 這些叫什麼 不看爭面就看罰面 所以怎麼會找1949年的北平來比較呢 當年蔣介石正正是因為押錯了 將所有駐馬押到共和黨的杜威身上 他看了當年的民意調查 以為杜威已經贏了 於是又捐錢又獻金 誰不知就被民主黨的杜魯門贏了 於是乎兩黨打起來的時候 杜魯門贏了雙手 沒有份參與 亦不看台戲 於是乎才搞成這樣 現在是否這樣呢 局勢不同了 怎麼能這樣比喻呢 還有 封暴何時結束和怎樣形式結束 就老解說了算 當年就是老解說了算 因為歷史真是成王敗購的 問題就是現在的局勢是否老解說了算呢 老美說不說了算呢 老美有沒有話語權呢 當然胡錫進可以認為老美沒有話語權 問題就是他真的有很多話語 比如說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一條台灣防衛法 是要協防台灣的 又或者現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又說要提出 要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的 甚至有眾議員還提出 說要推動美台建交 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 49年的北平哪有可比性才行呢 而且說過渡只是一瞬間 這些是混蛋的 如果你說歷史的長河 說過渡是一瞬間 所有的國造都是一瞬間 就算長如唐朝 漢朝 那又怎樣呢 歷史有萬年這麼久 剛剛才 漢朝多久 唐朝多久 幾百年 也只是一瞬間 毛主席說齋 一萬年太久 就只差朝夕 胡錫進是不是忘記了毛主席的遺憤呢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